最近消息要来看到的是呢 今天在嘉义这边发生了一起 中年女子开车撞警局的事件 当时不管警方怎么劝阻 这女子就是不愿停车 一直说她要找警政署长王卓军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马上连线新回 嘉义市警察局今天中午11点多 发生一起女子开着吉普车冲撞的事件 一台吉普车直接冲进警局大门 遇到值班台停了下来 但不论旁边的警察怎么规劝 女子就是不下车 警方担心女子冲撞值班台会造成旁人受伤 于是把值班台移开 但就在移开的瞬间 女子马上加速往前冲 在快撞到墙壁前才停下来 警方赶快找来推车卡住底盘 那一组人马则把女子从驾驶座拉下来 但是女子下车时情绪并不稳定 还不断大喊要找警政署长王卓军 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形 这一起金魂事件吓坏了不少人 而经过初不了解 女子也曾经开车冲撞总统府以及警政署 至于女子口中的冤情究竟是什么 警方还在深入调查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镜头交换给朋友主播